好 继续来看这一起严重的火灾 疑似是充电中的锂电池爆炸 导致有三个人死亡 而其中一名救出时已经明显死亡 另外两名送医救治之后 人就是不治身亡 火势相当的大 蔓延快速 从起火点四楼 延烧到顶楼 一个小时才成功地将火势给扑灭 而过程中还有消防队员 因为火场高温 热衰竭不适 熊熊烈火向上延烧 橘红色火蛇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直串天际可见火势相当猛烈 这起火灾发生在13号凌晨三点半 新北市土城区延寿路的民宅 初不了解情火点是位在于四楼 一试试充电中的锂电池不慎爆炸 导致起火燃烧 一开始火势不大 住户有进行出谷面火 却没想到过程中锂电池又再度爆炸 威力很大 导致火势蔓延快速 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从四楼蔓延至顶楼 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 想赶紧报警处理 消防车赶底部水间面火 并立即疏散受困住户 由于火势很大 一家五口只有两人胜利逃生 其中一人救出时 已经明前死亡不送医 另外两人失去呼吸 心跳送医抢救后 人不知身亡 根据了解分别为一家五口的 一名儿子及母亲及女儿的男友 罹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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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